1948年,上海金融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。 乘坐在人力车上,手中持有的金元券差不多比人的体重还重。 一箱箱烟需要1800万元才能购买到,而汽油的价格更是达到了让人目睛口呆的价格。 即一加轮汽油需要300万元,同时大米的价格为每斗100万元,也就是100元只能购买到4厘米。 市民出门买油条,都需要背着两麻袋的货币。 手中持有的货币到银行进行兑换新币,其汇率为1200万。 在这种情况下,国民政府仍然24小时开动印钞机印钞。